比如说有的时候 改程式过程当中 真的是一点错误都不能发生 少一个多一个都不行 比如说有同学 少了一个双引号 应该是要改两个 结果要漏一个 如果漏一个会怎么样 很简单 就是出错 不过各位慢慢要习惯 有错很正常 但最重要是 有错你要马上知道错在哪里 马上改就好了 其实谁不会出错 改就好了 说对不起就好了 干嘛那边硬坚 没有意义 所以就是把问题找出来 但是我发现 VPA的这个除错环境 还蛮人性化的 其实他有没有发现 地方错了没有 他甚至会告诉你说 这里出错了 有没有 那错在哪里 错在这里 那这里他 当然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哪个地方 但是他至少停在那边跟你讲 所以你会发现 有没有这边两个 他就会少一个 那你又补一个 不就好了 OK 所以如果假设 你还是找不出原因 很简单 你甚至可以 拿我云端上面 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程式的 这一行 然后你可以 Ctrl C 然后把它Ctrl V 贴在它下方 把它贴在这里 贴上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贴错了 你不要贴错成事 应该是贴这一行 这一行 Ctrl C 然后在这边的话 Ctrl V贴上 好 有没有看到 前面都对 对对对 这没问题 这里 关键地方 这边 这里 马上就看出来了 有没有 所以一比照之下 就会知道 原来这边少了一个双影 那把它补上 这都OK了 所以 放在云端上面的程式 主要是辅助各位 其实程式只要这样 你真的不要乱试 反正你对的 你找一个对的 来比一下就OK了 程式说真的 千万不要太有自信 你不会就是不会 你没有办法把 不会的变成会 说真的 OK 你就找一个会的就可以了 真的很简单 就是找对的 我发现很多人 就是自以为 自己都会 然后在那边乱试 乱试 试到最后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试什么 乱改 改完之后 我说你在改什么 他已经有点歇斯底里了 说真的 OK 我说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你找一个对的 贴上笔一下 就对了 OK 不要乱试 你自己千遍 还是不会正确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OK 所以这个当然 我是自己得到 因为我以前就是乱试 知道最后 真的我自己歇斯底 我真的 但是我就不服气 最后发现 我找到一个对的 就好了 后来我就觉得 我自己不要这样乱试 OK 除非说真的 我找不到对的 那其实跟各位讲 很多程式 都我自己写的 我真的找不到对的 为什么 因为前面没有人写过 跟我一样的程式 我必须要写出来 那怎么办 我只好就要 自己一直投鼻写出来 所以我要变成第一个 第一个最辛苦 后面的人就简单了 所以这也是一道 云端上有很多程式 你们拿来用就OK了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的话 出错能力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按钮 把它加上去 所以改完之后 里面应该是这样 拼除手机公式 但是呢 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它这个地方 其实是直接输出公式 那你说它是VBA吗 它是VBA 可是我觉得它有点是半套的VBA 因为它 它其实只有怎么样 大部分其实都是靠Excel 它其实没有完全用VBA本身的 串接能力 输出正确的结果 但你说这样不好吗 其实也没有不好 因为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 其实都会用公式 那如果你公式要自动化 那你不如就加上VBA 那怎么加最简单 就是把公式 串在VBA里面 这样不是最简单了吗 对 可是问题 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有几个缺点 第一个 你输出的东西 本来应该结果应该 就这么几个字 可是上面的公式 却是一串 那会造成一个问题 你存档之后 那个档案会膨胀得很厉害 所以之前有同学说 那个业界的学生就问 老师为什么我的档案 变得很大很大很大 我说为什么 因为一看 哇你全部都用输出公式 然后呢 它那个档 它那个资料量非常非常庞大 所以会造成它档案 膨胀很厉害 这第一 其二的话就是说 因为它这样的方式 档案变得很大 有点像一个胖子 胖子跑得快嘛 当然跑不快 所以它就会跑得很慢很慢 越来越慢越慢 他说老师 为什么我的档案 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 跑到快档期了 对 所以接下来的话 你可能就不能用这个方法 你要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你不能够直接输出公式 那可是问题 如果你不直接输出公式 那你就要输出的是 计算完的结果 也就是说 你要把之前用这个公式的方法 改成用VBA写出来 这什么意思 跟各位讲一下 也就是说 之前我们写这个公式 你会发现 就是前面加上什么 加上09 然后拿个出存格 然后拿个函数 然后把结果输出 那也就是这个动作 你要改在VBA里面完成 也就是说 我如果要改 比如说我今天 我要另外再写一个VBA 不是用输出公式 所以我可以在底下写一个Sub 名称就是 叫手机 不要底线公式 所以我把这个Sub 手机 Ctrl-C Ctrl-V Enter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少了底线公式 意思是说 我不要把公式丢进去 我要丢进去东西 就是最后的结果 那当然我们可以练习一下 比如说我们前面 我先轻掉资料好了 这等于有点回头的话 拿这个 这个来 拿个出存格 我们还是要先这个好了 那你如果一下做太多 你怕会跑不动的话 你可以怎么 有点像之前吗 09 有没有发现 在这边输出的话执行 他因为零开头 所以去掉 那后面还有 如果我们前面 回到前面这个公式 09什么 09 F4 那可是如果VBA 那VBA里面 要怎么样取得 F4里面的资料 放到这里来 我跟各位讲 F4 在以上里面 是直接 点F4 在这里的话 是end 一样 我前面讲过 end全部一定要空白 end哪一个 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的话 是什么 第四列的F栏 所以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是拿这个来复制 改成F就可以了 0911 好 输出看看 有没有 91 因为里面没有 非数字的字元 所以他会认为 这个是一个数字 后面 放一个end 减的符号 有没有 减的符号就是这样 好 那再输出看看 有没有 0911 减 那再来的话 后面就是什么 084 007 那所以怎么样 把084 刷过来 一样的道理 就是用Sales Sales指的是 那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 后面在end 用一个end 然后 那个储存格 叫什么呢 Sales 第四列的G栏 它是怎么写 这样 改一个G就可以了 好 那不过 你现在输出的话 应该是84 没有084 有没有 所以 那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 本来84 改成084 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在 Excel里面有test 可是特别注意 在VBA里面的函数 跟在 这个Excel里面的函数 它是不相通的 也就是说 我在Excel 有自己的函数 可是VBA不能用 两边不相通的 所以 这个时候 你就在想说 VBA里面到底 有哪一个函数 可以像test一样 可以只要给000 它就帮我把 三码的结果输出 后来我查了一下 发现 有一个函数 它名称不叫test 它叫format 所以 这个地方要怎么写 很简单 你直接在 这个趋栏 趋势的储存格的前面 加上format就可以 或者你打个VBA点 如果你打VBA点 记得 这个后面不要直接 这个可能要保持一个空格 放你点下去 它不会出现 点之后的话 它就会告诉你说 VBA里面所有的函数在这里 那你就可以找了 里面F开策的 format 所以打个F O format 点两下就可以 然后加钱瓜骨 它的用法 基本上跟test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只要给资料 给资料 然后后面透点 加上什么呢 前双引号 三个零 零零零 后双引号 后刮 好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就完成了 所以其实它跟test的函数 基本上用法 几乎一模一样 差别只是改个名称 另外的话 我跟各位讲 VBA点 这个如果你假设不加 跟加都没关系 如果你觉得很爱 也没关系 列得掉也可以 如果你要 它也没关系 加的好处就是说 你如果输入VBA点 它会自己帮你列出函数 你先用选的 如果你 不VBA点的话 你便要自己打 把它先拿掉 像比较 程式比较短 好了 之后把它执行看看 有没有发现 减084 所以其实format 跟test函数 用法几乎一模一样 OK 好 最后的话 剩下就是 后面还有007 那007怎么做 一样 从哪里 从end-号 记得 这个空白 也要顺便选到 把这一串 复制一下 对吧 其实跟之前蛮像的 所以你们可以 复制之后 贴到后面去之后 然后把 G改H 那不就OK了吗 诶 写概念跟之前在 Excel里面写公式 基本上是一样的 把它贴上 好 那这样的话 把G改成H 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不OK 仔细看一下 有了007 那不过目前一个 那你说那其他怎么办呢 另外的话 你们可以看一下 跟那个之前 在用输出公式 最大的差别 你会发现 游标放这里 上面看到的结果 就是很清爽的 手机号码 而不会是 刚刚看到的 一串的公式 所以如果存在 Excel里面的档案 相对也会 节省非常多的空间 另外跑起来的速度 也会比较快 OK 所以胖子跟瘦子比 一看就知道瘦子 一定跑比较快 至少他身上的体重 就少那么多了 对不对 不过他也有例外的 胖子也有考虑 不过是例外 OK 好 所以其他怎么做 其他的话呢 一样嘛 所以我们比照办理 把这个 for i 引认语 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呢 按两下打一个NAS 然后并且把这个 搬到这个中间 按Tab键 然后把它移上去 把这个NAS移上去 那改哪些地方呢 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不是一个文字 这个是一个文字 这个的话比较简单 直接把它改i 后面的话 因为它Sales 这个也是数字 所以直接改i 就不用像刚刚一样 需要改什么 两个双以后 两个and 然后一个i 不用了 直接把这个 是通通直接 把它改成i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显然 如果跟刚刚的 那个串接比起来 这个应该会简单一些些 有没有 直接执行一下 OK 各位看到 这个结果 那再来的话 就多一个按钮 所以你们可以在这边 再插入一个按钮 这个叫手机 这个是手机 OK 那这边就多一个 手机 所以一样清除 然后这边是公式 看一下这个 里面是公式 那这个的话呢 清除 然后输入公式 这个的话就清爽很多了 因为里面放的 就是最后 应该看到的内容而已 不会有其他 多出来的东西 不过你说哪一个好 其实说真的 自己会写 写得出来 能够提高效率 都有好方法 OK 至于哪一个 我是觉得你可以 按照实际上的状况 来使用 都没有问题的 OK 所以 这个的话就随机应变 因为其实在 城市的世界里 方法非常多 然后哪一个好 有时候就是说 你可以 这个视情况 来决定 使用哪一种工具 就像说 要解决 他的问题 其实用VBA可以 其实用Python也可以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学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学Python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如果你暂时用不到Python 那你学那么多 要干嘛 OK 所以有时候其实 刚刚我觉得 可能根据你的行业别 跟你的专业 跟你的用途 其实都会有关联性 当然你学的越多 当然对于你将来 在使用工具上面 弹性就更大 OK 就像说 如果你又会开车 又会骑车 又会骑入拜 然后又会坐捷运 又会搭公车 又会坐火车 又会搭高铁 那你到哪里旅行都OK 甚至你矫程也很好 你用走的又OK的话 所以正常你出去玩 就是种乐趣 对 但是如果你像有些人 然后一出 就是只会开车 他到哪里就会开车 那他就受气 又在台北市开车 刚找个停车会 就是个大麻烦 那么自找麻烦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会的方法越多 那你到哪里都乐趣 OK 你可以针对最适合的工具 挑一个 对OK 那这样不是 甚至还可以 享受旅行的过程 OK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选择程式也是道 道理差不多 主要是你去解决问题 不是制造更多问题 OK 所以有的人 不会用 然后就一直很伤好心 那干脆算了 你还是 回到你那个原始时代吧 OK 原始时代可能对你来说 应该是 但问题现在原始时代 原始人生存不下 但哪里都找不到好的工作 OK 这个没办法 所以你要怎么样 活在现在 你就是要现代的方式 OK 这个没办法避免 OK 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今天的作业 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按钮 的背后程式 所以我要看到的是 这边做一个综合练习VVA 然后帮我增加三个按钮 那三个按钮 其实背后 对应的就是一个 Video-based 一个Module 2 Module 2里面的话 就是会有三段 这个程式 有没有 Module 2 所以这其实都有对应关系 也就是说 刚刚的这三个按钮 这三个按钮 他其实看到的 虽然是三个按钮 但实际上就是三个Sub 一个对应这个 这个对应这个 这个的话对应这个 这个的话对应这个 那实际上 他就放在一个模组里面 大概这样OK 有没有 以后你要做VVA 基本的概念架构都有 以后就照这样做就可以了 其实也不用太多 这样就够用了 你工作上如果会这样用 就很厉害了 OK 就打死一堆人了 就赢过很多人了 OK 所以剩下来 如果你还会用得更厉害 那你以后 应该会更享受 这个工作上 所带给你的成就感 因为我觉得工作 本来就不是只是说 为了赚取那个 这个 你的工作的 你的薪资 OK 那其实薪资就是 卖生气的一部分 所以老板花这个钱帮你 买断你的时间 但如果可以的话 谁不想说你是 除了说你的薪资之外 你还有一个很自由的 你还可以保留你原来 自由的灵魂 所以其实我说 你拿那个薪水是 卖了你的灵魂 OK 很多人就觉得 好痛苦 每天上班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如果说可以 又可以很自由 很愉快 然后薪资又不会太差 不过背后 可能你要付出一点点努力 我觉得是必要的 你要思考一下 因为现在很大一个问题 就是学校教的东西 跟未来企业要的东西 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产学落差还蛮大 这点可能要 请各位 因为可以思考一下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今天的作业一部分 那接下来待会 这个可能要存档 我们大概这个地方先到这边打住了 存档 OK 存档之后的话 待会请各位再帮我开 另外一个练习题 就是一样是 我们的那个判例档那里面 文字与质量函数里面的 151这个 151质取乖乎自串这一个 那打开之后的话 请各位先把那个 B2到B10的这个范围 先删掉一下 因为里面好像原来里面 就已经有那个写好的公式 所以你把它折砸掉 那为什么先放 因为主要 是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到底要做什么 其实到底很简单 就是把A栏里面刮乎的资料 提取到B栏 如果有刮乎的话 如果没有刮乎呢 那就保持空白就OK了 可是如果这个资料量 不是只有九笔 有九百笔 九千笔的话 那你绝对不会想说 用土法链钢的方式完成 而要思考 用什么方式最快 当然在以色列里面 最简单就是用函数 所以你要想想看 这边有哪个函数 可以做到我要的效果 那你会发现 刚刚在原来的那个公式里面 就有三个 三个哪三个 第一个Find 第二个Mid 第三个是If Air 可是要怎么做 请各位也许先 把刚刚的这个范例先完成 并且存档 这个就是今天的作业 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就是看一下 151这个范例 其实我们后面要做的 不外物就是三件事 函数 去期 VBA OK 所以你也许可以把 原来的这个工作表名称 改一下 第一个 四个一改成函数 然后再复制一个去期 这个列举一下 这个按钮 这个我想跟前面 再就是VBA 大概是这样 那未来重点 其实基本上 如果你要活用Excel 那你就把第一个 函数学好 第二个延伸到去期 VBA 这样的话我想 你在使用Excel 这个工具 基本上大概就会 有一定的 一定的素养 一定的能力 试一下